尽管北韓强烈反弹 索尼影业的明嘴出任务还是如期上映 之前的駭客风波无疑为电影做足了宣传 不仅美国观众要看 连中国观众也想一睹集权国家领导人 被黑色幽默的感觉 短短几个小时到版已经被下载了上百万次 明嘴出任务 25日现在网路上线 消费者可以通过YouTube 微软的Xbox 谷歌的Google Play等平台付费收开 即使美国主要院线不会上映 但约有200家独立影院仍然正常播放 当然我们想要从电影的资金 像我们在任何电影 但也重要是在关注自由 自由的语言 自由的观看电影 我认为这是主要的 尽管这部片曾经引发 美国与北韩的紧张关系 却无意中获得了欧巴马的宣传 让中国观众也大感兴趣 上线短短数小时 当落和韩国有数十万人就下载了盗版 甚至有中国网民在微博上表示 不管剧情好坏都已经成为必看的电影了 他肯定是想看这个片子吧 他有很大的广告效应 大家都想看一看 究竟是什么样的片子 什么样的内容 引发金正恩他动用这个网络攻击 金总奥巴马 大家对这个可能比较感兴趣吧 不过据CNN记者测试 在索尼遭骇客攻击的事件中 中共媒体和大陆的搜寻引擎 却封锁了大部分消息 以North Korea Hack为关键词 在百度搜寻引擎进行搜寻 只能找到一篇大约是两周前的文章 而同一时间 谷歌却能找到超过3600万篇文章 中国时政评论员也怀疑 中共网军才是攻击索尼的幕后黑手 朝鲜是一个技术很落后的 很封闭的一个国家 它的网络能够对外国通的 就是一条管道 就通过大陆 中国大陆 那么人们就怀疑 如果你中国网军不帮朝鲜的话 朝鲜能懂这个技术吗 所以人家怀疑 中共背后是不是让朝鲜 作为一个打手来进攻美国 而你后面的支持的技术力量 来自于中国大陆呢 不管真相如何 集团国家想要透过暴力 威胁民主国家的方式 非但没有成功 还让民嘴出任务 意外扬民全球 新唐电视综合报导 继续